桃園縣的原住民高中的校址設立問題爭議多年 去年根據桃園縣教育局的初步規劃 將在都會區及復興鄉原鄉地區設置本校及分校 如今分校地址終於選定在復興鄉羅浮國校 未來會是一所住宿型學校 預計104學年度就會招生 由於陸福國小腹地較寬 也是復興鄉學區的中心點 桃園縣教育局最後就選定這個地點 第一年每年級將會設置五個班 兩班普通班 三班季職班 將以季職學程為主 我們第一年會有五個班級 大班會以季職教育為中心 而去年五月校區預定地 原本選在大園鄉航空城附近 但卻受到當地居民大力反彈 至今都會區校地都未能着落 李中校校長認為 現在羅浮國小設置原住民高中 是實踐原住民民族教育的首要場所 當桃園原住民完全中學設立以後 將是繼台東 蘭嶼高中 宜蘭南澳高中 及屏東 蘭嶼高中之後 第四所原住民高中 但分校是否真能滿足原住民學生 就讀需求 還需要地方政府觀察檢討 記得要不要把台北市採訪報道